《議會內外》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非常高興再次請到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來和我們談談香港的事態發展 主席,多謝你 主席,多謝你 主席,你上次來都很感謝你 我看過三個月左右 有這麼長嗎 對,有這麼長 我猜你當時也不會預計到現在事情發展到 預計不到第二次來,依然都在說那些事 俗語說是不是很糟糕 你上一次都已經說很大劑 現在是不是更大劑了 你可以這樣說 我想現在就算你和政府的官員談 每個人都說不知還要交多久 不知還會壞到甚麼情況 每個人的說法都是這樣 主席,其實幾個禮拜前 行政長官請了你和十幾個 你說去談那個,有心人 對,有心人 我也不知道叫甚麼 有些人叫做Wise Man 我甚麼都好 請你們去 我記得你們出來好像異口同聲 其中一件事叫他做 就是成立這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喂,到今天風都沒了一層 你們會否覺得未必是受欺騙 那你找你來談來做甚麼 絕對沒有受欺騙 談來做甚麼 他當場也馬上解釋為何不能做 即是你叫他做,他就說不做 因為我們那些人去談一個很集中的問題 即是對話 後來他就開始了 即是上個月底搞了一次 那次後來張炳霖出來都說了 幾乎每個人都說 你說要對話 你政府都要做些事出來 給人家覺得你真是有心去跟市民建立合作的關係 所以那些所謂五大訴求 那些獨立調查委員會 每個人都說了 是否可以做這件事 當時是說兩件事 當時連撤回都未曾做 一個撤回 一個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他即場 彭政長官是解釋了 即是不能做的 為何這兩件事是不能做的 當時他解釋了 大家都知道 所以並沒有被欺騙的感覺 那 既然不能做 所以當時大家也說 在場馬上有人說 你不要期望 你的對話馬上會 即是如何釋出戰意 大家如何談到一些事情 但即使如此 譚政長官和主要官員 你去做沙包都要的 你去聽別人罵 讓別人知道 有機會讓你了解一下 到底我有多生氣 到底我有甚麼不滿意 所以那次在新醫館 基本上我認為是根據這個方向 那次整個過程 我都看過 比我們預計已經文明很多 即是沒有人釘東西 沒有人衝出去 沒有人說粗口 就是這樣 到了今時今日 主席 大家不只是想找幾個沙包 我相信大家是很多市民 是想解決問題 亦都想就這件事 是降溫 這個亦都不只是香港 我相信在國際社會 我跟很多人談 大家個個都說要 一定要 那你當日叫他去這樣說 那些事情 哪會降到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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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怎樣才降到溫呢 我問你怎樣才降到溫呢 今天去到這樣的地步 坦白說 整個運動的參與者 是有好幾個不同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那些對話 你不會找到那些真的 走來衝擊 扔汽油彈 那些人來的 你搞多幾次對話 就算林鄭 我真的認識的朋友 是跟一些勇武派談 他怎樣跟他們說 你說要五大訴求是不可 你又想想 林鄭有否可能明天出來說 好吧 我五件事都給你了 他怎樣面對 中央政府 怎樣面對現在支持她 那些建制派呢 你每次都這樣說 你說建制派就是 站在人民的前面擋住 對不住 不是 建制派都是人民的兄姐 現在有很多人跟我說 敢怒而不敢言 為甚麼 為甚麼 你在那個對話會 出來說兩句 反對暴力的 立刻被人起底 是這麼恐怖的 所以是有不同的人 學生還學生 那些和理非還和理非 然後有自然的勇武 現在你知道 真是這麼惡劣 周圈又可以打人 截著警察宿舍的通道 他可以查車 那些人 你說你跟他怎樣對話 你給幾大訴求 是無法解決的 所以我剛才說 你不要截斷我 我這個老友記 跟他們談 沒有得談 五件 林鄭能否給你了 例如做兩件 三件 可以嗎 有得想 那就是了 好 林鄭如果明天出來說 我做兩件 你可否立刻出來說 我們收手 不行 是這樣的 所以去到今天 是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例如你這樣說 你怎樣爭取 讓市民覺得調戲順一點 就完結 完結不了 對不起 我們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說收了 那當然是甚麼 但如果他就算收不完 其中大家都了解 很重要的一件 就是這個調查委員會 如果你肯成立 而是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只是查警察 不要經常說查警察 查完所有的事情 我相信有一部份的市民 或者幾大部份 都和你非 你相信 他們是會 因為他們自己簽了東西出來 叫你做的 那麽問題 既然你都說 沒有一個良方妙約 拿出來便停了 那你都有一些 找到一部份人肯停 和你說他找不到跟他們談 我最近聽到 有一個會 是有些黑衣 黑褲全部冷 但是口罩去跟他們談 那便可以談到 也不是完全不肯談 我都很贊成 過去談 林鄭也有跟他們談 有的 談到的 林鄭也有跟他談 他未必接受 總之 如果你沒有一個方案 立即全部接受 你都要找一些方案 從來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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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蓮的立場是怎樣的 我告訴你 你剛才說八成多人 看真一點,那八成幾人 經常都說這是最大公約數 對不起,欣姐 對不起,五大訴求之一 獨立調查委員是甚麼? 看清楚一點 最初民陣的五大訴求 是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 只是追究警隊濫捕 現在是兩句話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隊濫用武力 所以你說不只是查警隊 是你講的 連李國能出來說 成立獨立都要查警隊為主 我親口都問過他 他問有甚麼問題? 查警隊建立一個形象 如果他做得不好就要改 有些人要下台就要下台 他就說這些 所以你說不只是查警隊 另外有一個法律界前輩 烈顯倫 這個退休法官 烈顯倫很反對人權 他出來說 怎樣叫全面調查 你找幾個法官做全面調查 開玩笑 他說沒有法官的法官 沒有法官的法官 沒有法官的法官 會做這件事 你整個政府做 你整個政府做 你沒法做 所以你說最大公約 其實 你們剛才說得對 有些穿黑衣服的 是有談的 我們有人跟他談 他說不用談 五大訴求 我這位老友就跟他說 好了 如果明天林鄭宣布 我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找何君堯 這位葛珮帆 梁美芬 你說獨立 大家和各方面都接受 沒錯 誰是獨立的 誰是獨立的 對 我就是想聽你這句話 他們說我當然不接受 那就對 兩邊都接受 香港這些人死了嗎 難道我當然不相信 就算法官也好 找法律界也好 其他專業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要談 林鄭拿一個人出來 是否保證到兩邊接受 還有 你要查多少 好像你這樣說 甚麼都查完 不只是查警隊 你給他多久 查 如果他說我給三年 當然不行 三年搞錯 三個月差不多 那你怎麼查到 喂 主席 我們現在想解決問題 你好像包咬頸 每一種都不行 你講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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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香港要知道 不是哪一種不行 是哪一種可以 我要學了 戴卓爾夫人 我沒有說每一種都不行 Don't bring me the problems bring me the solutions 對 你說哪一種可以 如果有就做了 即是沒有嗎 有就做了 我們香港真的要 每一種事情都艱難 為多利亞港底下 每一種事情都艱難 現在不是說不做 但是你現在說 看得這麼簡單 明天宣布 只要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些人就走了一半 包補不會 不會宣布還是不會走 就算宣布了 包補不會走一半 所以你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 現在大家 那就是要找 我請你老人家來說 怎麼找 這個又不行 那樣又不行 那樣又不行 那就繼續去訂 繼續去燒 那就由她去 很壞 對 我不贊成由她去 你都壓不住 林鄭呢 有些人說她不做事 這是不公道 她每天都見到 你都知道 連示威那些也見到 你見到也沒用 我最重要是看你的事情 你可以一天二十八二十九小時都見到 所以很簡單 很簡單 你見到那些人 如果有些好的建議 是做得到的 她已經做了 是不是 現在去到這個局面 是艱難的 即到今時今日都沒有好建議 是艱難的 我經常舉個例子 黃背心 法國快要一年了 現在 11個月了 未完 人家都未完 不是好像初初那麼厲害 當然是 昨天宋恩榮還寫了一篇 香港和北愛比較 北愛內戰打了多久 18年 你不是建議我們搞十年二十年吧 我不知道 但你現在為何不找個好章出來 立即你提 你提 有個好章 林鄭下台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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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人應該 搞到 香港歷史以來 最大的 最大的 醜聞也好 最大的 災難 這句話 我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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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你覺得 內地人都說 北京開記者會 有些人都問 那些人 在哪個省 有甚麼事 那些領導 那些領導就要離開 為何香港不用離開 香港又不是中國一部份 那是同樣的道理 一國兩制就不用離開 免死金牌 是否離開 明天就能天下太平 不是 但你都要告訴市民 你犯了錯 你便要甚麼 又不用離開 又沒有解決方法 現在香港就繼續搞下去 那真是頂不順 主席 下個星期還說 施政部 幸好你不是做主席 他都不敢離開 他一說 可能我不保證 你不敢離開 他就要看一些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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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黨友 自己都說 一定不讓他進來說 是嗎 是 那如果他真的回應民意 那怎會不讓他呢 那你說搞到這樣 又要走到哪裏 躲起來做一個錄影 然後走 你都未試過 你和我都未試過 在立法會 有甚麼理由官員 叫你看著電視機 我們說這些 即是現在的處境 我們便要找一個方法走出去 總之見到這件事 任何事情 即是 無論是 他們的效果 輕微成點 可以做得到 都應該做 例如一次對話 接著有人擦桌 有甚麼用 對員說 接著又照出來打 你對來做甚麼 不可以 我說繼續 這麼久都不對待一次 這個 反蒙面法 有甚麼用 你做個反蒙面法 人們一樣出來吵 有甚麼用 他做了 這些是繼續執法的 所以這些事情 你不能說一招 就解決了一個問題 現在在林鄭周圍 有些人說要硬 要硬 那個叫做甚麼 緊急法要做多幾條 要做多幾條 你們葉國謙都說 要按網上 不能排除 他是這樣說話 不能排除 他是這樣說話 不能排除 要做多幾條 另一邊說 不行 沒有用 搞多幾次對話會 搞多幾次對話會 答應多幾個要求 兩種意見都有 兩種意見 我認為兩條路都要走 你的對象不同 我當然不相信 你加多幾條 苛例 就可以指到咳 我不相信 但你也不能不去 所謂嚴正執法 有些人很離譜 通街截著別人來打 都可以嗎 那當然不相信 你本來想跟我談 這個區議會選舉 一定會跟你談 我和你都選過很多次 你是長勝將軍 但我有輸有贏 輸得很慘 我們做選舉 我們知道 如果是選民不喜歡你 或者選民生氣了你 他不投你票 或者他故意出來 投你對家的票 我們心甘命底 沒有問題 你輸就輸 但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打爛你的辦事處 我們有些義工出街 做街站圍著你 不讓你做 是這樣 我們就擔心 現在快要提名期 結束了 然後就開始選舉期了 到選舉期你能不能做到事情 如果義工真的害怕 不敢出來 你只圍他也沒問題 但你打爛了我們 把電腦撿到隔壁 大廈在上面 扔到街上 我們的沙田都是這樣 完全是恐怖的 你怎樣去維持選舉公正 所以我們才有些義工擔心 到11月24日投票日 如果真的有些黑衣人 他不用做甚麼 在票站周圍遊役 那些選民可能就不敢去投票 你說他變得來得那麼多 不是 可以有重點 有幾個叫重點追擊人民 哪個叫重點追擊 很簡單 即是李慧琼 他要靠區議會的位置 要去選擇級 如果我做對方 我都先打你 很容易 即使他贏不到 你也有很多建 可以去操級 你不是民建聯會輸了 你不是這樣說話 你認為公道嗎 不行 現在民建聯的態度 我們要責任政府 我們特區政府有責任 去維持選舉日的治安 對不對 大哥 我們搞了這麼多年的選舉 如果你說特區政府沒有附加 我們沒有辦法 到時大家執生 那怎麼辦 其實你現在提這個問題 跟我開始提的一式一樣 就是怎樣去降溫 令整個社會 對不起 我不相信這是降溫的問題 你降溫了 就不會那麼多人到處走 不是 現在走出來打爛地鐵站的東西 拿了我們的電腦 走幾條街 扔下街 那些不是一般市民 對不起 我不認為他們是因為 針對民建聯 支持政府政策 支持修例 所以就做這些事情 又不覺得 如果林鄭出來 鞠躬道歉 然後就做幾件事 他們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他們是為甚麼 你覺得他們是為甚麼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又說他們不是 不是 你說打爛地鐵站 會為甚麼 他們就要洩憤 他們不喜歡黨鐵 你也知道 這樣叫洩憤 我也不同意 那些暴力 但是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是黨鐵 本來自己說他們是中立的 怎知道原來他聽了警方指使 你這樣 你這樣也聽不到 你怎能這樣 我認為這是借口 又是借口 又是借口 又是真話 我問你又說不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我不是這樣 有些人就刻意不讓你 香港發展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搞坏你 很簡單 他就是要攬炒 為甚麼他要去機場 他就是要給政府壓力 然後政府出來回應民意 那你又說不是 不是是甚麼 我不知道 難道你又說CIA來 難道北韓來 你說話要有根有據 我們是法治之區 我說話是百分百有根有據 你告訴我 如果美國對這件事是不插手的 你就解釋 美國 所有美國的政客 所有政府最高的官員 都出來說話 認為這件事是香港市民爭取民主 如果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有人民出來爭取民主 美國可以不去幫忙 是不是 我指名道姓 美國的前總領事 Steven Young 自己親口跟我說 非常自豪 他在做一個中亞的國家 做美國大使的時候 那裏發生顏色革命 我們政府支持顏色革命 推翻那裏的獨裁政府 這是美國的天職 你有沒有看最近CNN 說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通電話 告訴他他不會提香港 因為大家要在貿易達成協議 現在特朗普一身軟 又被人查 因為他一提 如果習近平說 拜託你收手 那怎麼辦 那就是 所以你剛才說的就是不對 所以他就不提 那美國人就是為自己 他就不提 但實際上他當然不做事 甚麼都是你說的 又說不提又說提 不是 你現在說那些 將來會去包圍票站的人 就是CIA 或是革命的人拿出來包圍嗎 不是 不是 你不要歪曲我說的話 你先說甚麼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 你剛才是說的 幸好他錄了 有十多部在錄 你先說甚麼 但我懷疑這件事 美國政府沒有插手 就是 就是 方天下之大謀 他也無法交代 他怎樣向黃之鋒交代 怎樣向黃之鋒交代 怎樣向黃之鋒交代 他要他當手 當然要 特朗普連他自己的選民都不交代 你看他現在去敘利亞 他去撤軍 讓土耳其去殺死那些 富爾德的人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你有沒有看 你有沒有看過福山寫的事 你有沒有看過福山寫的事 你出兵是錯的 當日 列根總統是不需要出兵的 在列根下成立這個NED 搞這個NDI 就是用這些方式來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 不是革命 不是革命 他們在大陸一直都做了很久 現在不知是扔了走 不是叫你真摯出兵去打人 打人是沒用的 我記得 因為你要問我 我問你拿證據 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我問你拿證據 我記得美國佬介入 我記得當年梁振英來立法會說話 你自己老人家坐在那裡 梁振英又說美國又說甚麼外國勢力 你老人家都親口說 我又看不到證據 我們做人是否要說證據 所以你剛才說了那麼多 我就看你 你說他介入 他甚麼時候給過錢 給過甚麼來介入 不用的 不是 如果我掌握到 那些人被抓了 我告訴你 是 可能是 我告訴你 你沒有證據 你又在那裡說不出 都挺過癮的 我再說一次 好 你說十次都行 我再說一次 今次因為這麼多美國政客 高調出來說 香港現在發生這件事 是香港市民爭取民主 所以在美國政界 由政府至議會 都認為今次是香港市民的一場民主運動 第一 第二 美國政府歷來都向全世界宣佈 它一定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 香港今次也有人真的跑到美國 叫美國去關注這件事 它怎可能不關注 怎可能不介入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證據 沒有 沒有 如果他說不介入 我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特朗普不跟習近平談 因為這不是中英和中美談判的問題 當然不會 他跟習近平說 我現在派了很多人去 你搞你香港 習近平說沒有 那就可以搞定嗎 當然不會 是誰人天真 但我講了這句後 翻轉題也講 沒有證據 我公開也這樣講 我們討論這問題 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關鍵是我們社會內部有矛盾 關鍵是香港和內地有矛盾 如果沒有 如果所有香港市民都很支持特區政府 所有香港人都很支持一國兩制 就算哪個國家想介入 都解決不了 是這麼簡單 我完全很清楚 除了美國 但你問 那些人做甚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間接了解和他們談過 他們有些說法 我覺得很難以置信 例如他們是攬炒 如果真的有些人下定決心攬炒 那攬炒就不是一定美國人 或者是歐洲人 或者是誰給了錢 他就攬炒 他自己帶著封遺書 人家說 美國佬我叫你帶著封遺書 走去攬炒嗎 不是 其實你說的 不只是美國 美國當然有話說 歐盟 德國 英國 很多個國家都有話說 每個個都是 其實說得簡單 他們很多國家 他們有人住在這裡 加拿大最厲害 30萬 美國好像8萬至9萬 英國 其他很多人住在這裡 開公司 在賺錢 那些不是他喜歡你和我 是他為自己的國民 紐西蘭更厲害 上幾個禮拜說 已經弄了計劃撤僑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人在這裡 所以他是有他自己 撤身的原因 不是說我能否推動你民主 這麼多年都沒有民主 撤僑不是因為沒有民主 他害怕就是為自己 所以你不要混淆視聽 他們怕 他們見到香港這麼亂 是怕 就算在歐洲 也有些人 包括英國 英國現在也有些學者 出來指出 這個問題 不是在於特區政府 或者中國 他們也有提出不同意見 所以 我們不是真的簡單化 我們沒有簡單化 不過我經常問來問你 拿個證據 你就說沒有證據 不過我會繼續說 但是我們是國際城市 亦都有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 在這裡住 在這裡工作 在這裡開公司 他們就算為自己 就是一位神工 二位弟子都要做 那我就很歡迎他們出聲 喂 我們說人權自由 法治是國際 這個是價值 核心價值 是反暴力 怎能不能說 他們出聲還有一個要點 你不要抹殺了 反暴力 我也反暴力 所有出聲都反暴力 我也反暴力 我也同意 是這樣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跟你說 喂 我們怎樣去降溫 所以所謂他們說 Dial down De-escalate 大家都要說 這是一個方面 但如果你認為政府做些事可以降溫 使到暴力會停止 很多人是不相信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談那個 剛剛相反的 所以叫做禁蒙面法 那就沒辦法了 下次有機會 但那件事肯定就不是降溫了 因為搞出來 好像說十二歲 十四歲 都湧出街 真是很大件事 不過今天呢 我們多謝主席 多謝周浩誠 主席 多謝你 多謝 拜拜